直子治療 直子治療跟一般傳統的光子治療 我想最大的差別是在於說 因為直子它本身是有帶電荷的 當一個有電荷的粒子進到身體裡面之後 它就會在盡情的功能當中逐漸釋放它的能量 到某一定深度之後就把所有能量給釋放 全部釋放出來 對於更深層的人就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可是光子的話因為它不帶電荷 所以說它就具有比較強的穿透性 根據這樣子的優點的話 當我們今天治療某一定深度的腫瘤 在這個腫瘤後側端 它有機會讓我們本來對於說 擔心受傷這個遠端的組織器官 它的影響會來得非常非常的小 舉個例子來講就像頭頸來的病人 一般來說的話過去的治療可能會聽到說 嘴巴破得很厲害 舌頭破得很厲害 口腔的這些發炎反應會非常厲害 可是改用直指治療之後 因為這些器官這些黏膜組織 它的用直指治療它的閃避效果會來得好很多 甚至我們自己都有病人提到說 麻辣鍋它有辦法吃 就像現在光子的治療技術也進步了非常非常多 那假設今天這個病人它來的時候 它可能是一個所謂腦部轉移的現象 可是它腦部轉移今天只要是一顆的話 那直指治療就有很大的好處 因為它可以讓腦部其他地方的治療機量非常非常的低 可是它今天它是來了 腦部轉移有10顆的話 那這時候光子可以一次治療 很簡單就把10顆同一個時間就治療好 可是直指治療就沒有辦法這樣子 因為受限於一些直指的優點 直指治療在 治療這種比較散步性的種類的話 其實它就...它的流點就不存在 大概是有一點點不存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